好,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这个爱玩游戏的猪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我这个其实说白了吧 这个题当时主要是 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用面向对象的方法来写 写这个代码 也就是说 把成员变量啊 怎么传入 还有输出的这些 把它演示一下 相信这个呢 应该是不会太难 这个我就不找人去做了 我找人做一下这个 超级超级玛丽 超级玛丽呢 当然你要做界面肯定是做不出来了 但是呢我也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我就是希望大家就说 我在键盘可以来控制玛丽的位置 那这个玛丽的位置呢 你可以你可以就是用一个信号 或者用一个什么其他的符号来表示 这个这个玛丽是在哪个位置 就是这个意思 好,现在我们来找一位同学 刚才他是怎么来写的啊 刚才他是怎么来写的 好,我们来找这位同学来看一下 B671337这是哪一位 那你说一下吧 区域 那是密行一下,对 给他们密行一下,看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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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集会上一个人的结架 召集会上招待 召集会上的召集会儿 召集会上一个人的迹象 召集会上一个人的迹象 一种没有人的发展 我也ration 这个功能还是这个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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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那现在往上走可以吗 没有 他那个水瓶线上的 把他整个水瓶线上的 啊 我就先 完成一个水瓶线上的 啊 往往 你看我给你们演示的这个是 人家可以 向前向后 向上向下 知道 但你先要 完成简单了 我就 先 早上说 是 我知道你是先把这个问题 先简单化是吧 蔡介绍最简单的 先把简单完成再说 嗯 我们看看你这个面向对象思想对不对 看看 往上走一下看看 哦 你看啊 这个 呃 徐玉同学 你看 在这个地方我指的一下 就说你这个移动好像是 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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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循环A等于 A等于 A等于 就是I还是E啊 就是 I 嗯 嗯 嗯 对 你能不能想一个办法 假设 我现在说的这个大余大余25了 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小麦 麦 麦 它就不见了是吧 对 嗯 它就直接跳出来 哈哈 你说要说情况 你听了之后 你为了保持情况 所以我觉得 你这本意的 他就把 I 还给他 然后I如果能在这个范围内 那 他他就营造 然后 他就把银码 就要用上面 上面 上面的方法 用上方法 然后如果说他 他操作这个范围 然后我就直接L 然后就 就说 你去顶一下 那你这个出的挺简单的 按道理说 他如果大的话 就顶着那个 就顶着那个 不出去就可以了 好 三秒就行了 三秒就行了 我就在想 如果你到处方位 你就 然后 应该 好吧 这样子 反正徐玉同学 这个应该说 他他知道这个意思 就是说是能够把它做出来的啊 能够做出来的 呃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面再看题 再看题啊 我看大部分同学这个 反正这个作业都在做 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啊 只要你做作业 他可能就是 慢慢慢慢 对这个程序就 就有感觉了 嗯 好我们接着看题 咱们接着看 超级玛丽 超级玛丽 超级玛丽完了过后呢 我们看 看第三天的作业 咱们看第三天的作业 嗯 第三天的作业呢 相对来讲哈 他就是说呃 出的就是有思考题 就是先就选择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答案 咱们怎么选的 这个代码呢 呃 首先说你 你不能去放到那个家 程序里面去跑一跑一圈 然后你告诉我 他他打出什么结果 因为你 你在做题的时候 人家不会让你跑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结构是多少 找一位同学说一下就行了 这就不用免试了 啊 我点到谁 点到哪位同学 哪位同学就说一下 你觉得他应该打印出 呃 什么样的值就OK了 啊 什么样的值就OK了 嗯 嗯 你的名单呢 嗯 找找一下啊 这是这些同学 你说下这个输出什么呀 你 我们看看是不是等于0呢 解小于k 如果解小于k 然后他又进去了 你看他这里都没有 都没有打一个大口号 这里一定要小心一点 啊 把这个代码刷刷的整理一下啊 那大家看到 那大家看到 衣服进来了过后啊 他有一个衣服钥匙 从这儿到这儿 他这个肯定是 这是不当做一个整体啊 那这个钥匙是不是就和这个衣服对应呢 各位同学 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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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是是不是和这个衣服 对对应上的呀 就是我们可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 大家大家想一想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就理解说 衣服 衣服 解小于k他就进到这块代码去执行 就好像这里面有个大括号似的 s呢 就进到这里面去 是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来看看对不对呢 这个答案 解小于k 所以他就进去了 他进去过后他就判断i 是不是等于结 他当然不等于结 他就 进到这儿他认为 就应该打印出0 这答案是不是0 大家运行的时候 是不是0 是0吗 好 我们接着看第二题 第二题呢 我们找位同学说一下啊 找位同学这个 冯冯昌同学说一下这个是多少 嗯 嗯 你觉得会打印出 default 或者 你认为是要把 default 打印出来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乱要打印出来是吗 还有2 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代码啊 这个代码大家不要 不用在这儿去纠缠啊 这个地方肯定是 它这个是输入有问题了 它不会在这儿去考你的 这肯定是不会挨着的 挨着的肯定是错的了 编的编不过去了 哦 要不我把这个代码稍稍稍稍调大一点 它这个字实在是 太小了 我们稍稍调大一点 好我们来看看 我们一步一步要走 首先 是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是后面同学输进去的啊 所以手输进去 它有时候可能是 有些东西输的不是很准确 那么 这就行 写错了这个 int i等于是 switch i default 那么default 它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啊 它把这个default先写到最上面去了 那么大家觉得 这个default 它要不要打赢出来呢 这个应该要打赢出来 然后case case 0 完了 那这个zero 要不要打赢出来呢 这个zero 也就应该打赢出来 为什么 因为它这里又break掉 根据我们说的 只要它没break 它就顺着后面 它就不判断 它就进去了 所以这个会 会被打赢出来 然后它break了 它break过后呢 大家想一想 那这个one和two 还要不要打赢出来呢 不要 那是不是我们认为 从我们这分析 大家是不是认为它就是 打出这个default和zero 所以说我们 我们认为它应该是输出这两个 而不是 而不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个break了 break过后呢 case这个它肯定不会对上的 这个也不会对应进去的 所以说我们认为 应该是输出这两个 default和zero 所以说这个答案应该是 输出这个值 我把这个高量 用那个红色的标起来 就是说大家有时候看到它出题的时候啊 或者说考虑的时候呢 它是不一样的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这个第三题 第三题 第三题我找一位 这个孙熊飞同学说一下这个题 就不用暂且你说哪个是对的吧 哪些是合法的 你认为这个a是合法的是吗 还有吗 还有吗 第二个 这个也是合法的 这个是不是也是合法的呀 第二个不合法是吗 第二个不合法 第二个不合法 为什么不合法 你告诉我一声 你意思是这个地方要写这个硬的呀 那这个地方要写硬的呀 你的意思就是说它这个不能连在一起写这样写吗 那你这个说吧可能就不对了 如果说你说是这个 你没这个错 那就不靠谱了 因为我们这样是可以这么去定义的 各位同学 你是可以这么去定义的 你看i 那没报错啊 你说这个错肯定错误找错了 我们再看看这个地方 i等于你打了一个逗号 这老师不是应该打分号吗 那分号放在这后面的 也就是说他这能问你考察你啊 他在考察你就是说 我这个前 因为佛熟反正中的这个用法是 前面一句话打分号 中间一句话打分号 后面 再次一句话 可是他现在他说 i等于0 逗号 结等于10 分号 i小于10 又是一个逗号 结大于0 分号 i++ 逗号 结减减 这个大家认为是对的还是错的呀 错的 错的啊 错的 这个这个A是不是对的呢 哪错了 不 他只说编译 他只说编译对不对啊 编译 编译 哪个人会出错 是不是你觉得这个逗号这一个人会出错 为什么这个编译编译会出错呢 他在这定义的 你说这个是分号啊 那可不就错三个分号 那肯定那那那 那如果是三个分号的时候毫无疑问会错的 死循环 死循环 他说是 这边会出现一个死循环 我们现在来这样子啊 我们来这样子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他这边会是会错 那么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看看 你说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他还真不是这的 他还从他这个地方报的错 他真的不在这个地方的 他真的不在这个地方的 在这个地方啊 很诡异 很诡异 我看看他这样写 能不能过去 你看 不 你不用不用管他死循环 不死循环 那是一说 就是他编译去 他并不是让你那么聪明的 他并不知道你这个死循环 他在死循环 他判断不出来的 他是这样子的 他在这个错误啊 并不是 就在这个地方 前面一个封号 是可以有多号的 他认为就是 这就是两句话 他认为你做做了个 i等于五 截等于十嘛 但是呢 就是说你在这里边 如果你把这个 这个定义写到这儿去的话 那是不可以的 也就是说你在这里去 第一个截是不一定 你觉得 如果你一定要定义的话 那就不能有兜号了 就是说 就是说如果你要 又要定义的同时 又要定义 又要付出级的话 那这边就不能有兜号 他就是这个意思 把哪个 把印刀放在i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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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的意思说 把这个印刀放在这个 在这个位置是吧 对 的 我们看 这个不要了是吧 我们看看这样子可以了 你这个音符放在这个地方 它就不认 你放在这个地方 它是认的 所以说 所以说这里面 这个要考人 确实是很努力考到你的 就是说它这样瞎写那么一下子 咱们就会很容易晕菜 所以说这个A它也是不对的 所以这个A也是应该是错的 它这种用法是错的 我们再看C对不对 C看看对不对 它在前面第一个I K没付出值没关系 然后呢在I等于0 K等于9 这本是个分号 然后呢这里面它又在这儿玩猫命了 你看它这地方 就把它刮起来了 但是这个出来过 它应该是一个不耳直是吧 是是真过假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I加加 一个多少节减减 从这里面看出来 倒还看不出来有什么毛病 这个看不出来有什么毛病 这是雨吗 就是如果你这个为真 这个看不出来有什么毛病 哦 节在哪儿去了 节没有定义了好像 节的定义上去了 对对对 这看了半天还没小心 这个节它没有定义 这肯定是错的了 这个 那这个也是错的 它这个 又来玩了我们一下 这个节 因为上面看久了过后 老觉得上面也在定义似的 好 我们就在往下面看 地呢 地盘 不是什么地 地也是错的啊 怎么有三个分号了 那这个题这个出的就 就完全是完整的 这个地方就没有一个对的了 这个就 反正就出现三个分号了 绝对不可能的了 好了 这地方其实 这其实我们就传达一个信息 就是说 它这个分号里边是可以有多号的啊 可以有多号 好 咱们接着看第四题吧 我们看第四题 大哥你们一起看第四题 你们你们你们不要觉得这个题烦 你们有机会去看 下次我们给大家带一个SC结癖那个题 那那更恐怖 就是那个纯粹就是考考程序员的那些 很细节的东西 所以我说为考考试和做项目两回事 我们再看这条题啊 它说运行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先不要运行 运行过后呢 我们就知道了 它说I等于1 Switch I Default 这这点可能显然是打错了 打错了 它应该是 它打出这个 那么这个应该是 毫无疑问会打出来的 0 这个应该也会 这个题跟看看题没那么区别 哦 对了 它这次给的这个值不一样 2.1 那就是说 我们现在它考察一个点 就考虑什么呀 就是说如果在中间 Default过后 它还会不会继续去匹配 或者说继续去找 这个1 还是说只要一跳出来过后呢 它就不理它了 我找个同学说一下啊 找个同学说一下 看看你你认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胡适一同学你觉得这个 它是打印出什么和什么呀 这个要打印吗 不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它这个是先打这个还是先打这个呀 先打这个 先打这个 先打1 1打了 2打了 这个要打吗 这个要不要打 那就是这个地方 那我们认为它这个应该是打说 1和2是吧 1和2 这样子 大家现在 结论也比较那什么呢 就是比较统一了 我们把它往这放一下 当然这个题呢 它都是不按套路出牌 说实话 这些企业 反正 这就是它因为它就写写错了啊 它肯定不是考这个地方你写没有写分号的问题 写没有写冒号的问题 System这个S应该是大写的 把它这个是属于手敲的失误 显然它不会考考你这个这个点 好了 咱们保存好了 我们来运行一下啊 看看它打印出什么 这题出的还有点 还真有点绝啊 这题 1 2 还真是啊 还真是这样子打的 这个地方我当时好人都已经遭到了 我就认为他应该先打这个default 再打这个就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作为一个程序员来讲啊 你一般很少这么去写代码啊 他就给你反对来写一下 所以我说会考试和会做项目 有时候是真的还不一样的 因为一般人不会那么去写的 所以这样再次证明呢 就是它是这样子的 它先匹配一点 然后再往下面走 好 这个答案呢 就应该是 1 2 好 我们再看第五题 第五题 我们看看它这个题的 这个 我们就说看看这个题 哪个代码是合法的 咱们一起来看吧 这个一看就已经就就就咔嚓了 是吧 这就不用往下看了 因为这儿肯定就不合法 不不说了 这个是不是一看也咔嚓了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默认这个是 这个不咔嚓 因为因为这个是硬特 默认是硬特 它交给一个浪 这个应该是允许的 但是 但是这个我们讲 但是这个我们讲Switch 但是这个我们讲Switch 哪个 你说这个E后面要加个L 这个不需要啊 这个NUM可以后面不带L 为什么 因为它是由低精度 把一个低精度 叫做一个高精度的水平学的 就是我们现在判断就是什么呀 这个Y 这种NUM它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做一种匹配的类型 好像我们说 好像说这个 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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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的也可以 NUM我没有说 但是 NUM可不可以这个 这样子啊 你看这个地方 应该就有出现问题了 如果你这是一个NUM 而这是一个硬的 它本身就已经不匹配了 对吧 如果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认为 这个应该是错的 那你想嘛 这个E它是INT呀 它的默认类型是INT 你这传进来是一个NUM 它本身类型就不匹配了 它就在这出错的 但如果高斯林 它这 高斯林应该也这么去 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吧 但是它跟我们想的 还真不一样啊 这个 再把这个改改 高斯林这个 它是怎么想的呢 高斯林它也是这么想的 高斯林说 他果然说 这个匹配类型不一样 看到没有 他说这个地方只有INT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就是 是一个INT 没什么 是一个是什么呀 是个Lan好音都不行 你说写个 你大写个L 看看能不能过去 也不行 也就是说 大家看它有提示啊 它这个地方 好像就提示说 onlyINT values 或者每一句 常量 等于许 大家看它后面提示的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 我们在讲课的时候 好像也没有说 Lan可以用 我在讲课的时候说 这个类型 好像是Short可以用 还有一个INT可以用 Chart可以用 Bit可以用 还有一个每一句 好像是不是 这也这么五种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Lan应该用不了的 应该用不了 也就是说 它即使能用 刚才那个匹配 也匹配不上 它就会犯两个错误 所以说 我们再次说明 就是这个Switch 在这方面特点 我们再看这个呢 这地方 它又出一个腰额子 它干什么呀 它这个来一个 1除以1 这个1除以1 最后它这个结果 还是1 但是呢 这个1除以1 它这个精度 应该是个INT的 你这个匹配 这边这个X是个Bit 可不可以 这地方 这个可不可以 因为这边是X是个Bit 它这个又跟它匹配的是一个INT 这个可不可以 可以是吧 可以我们来试试看看 但这个错误呢 还真不是在这的错 把这个换一下 冒号改一下 可以 这是可以的 但是我反过来啊 假设我们这个精度再高一点 比如说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INT 因为你这个是相当于 把一个低精度和一个高精度去比较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好 这个 那么这个答案就应该是正确的 这个答案就应该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D呢 D是错在哪 D是错在这对 我们看看 这个是C 是个INT的 X X它就是 那你这放的是个X的话 大家想一想 我们说这地方应该是个 长量是吗 这地方放一个X 可不可以啊 这地方是放一个X 不是一个具体 如果它在写的是1的话 那当然我们就没什么好说 那肯定就是应该没有任何问题的 可是呢 它这次放的是一个什么呢 是个X 是个变量在这 又没有按套路出牌 那我们看看这个它会怎么样啊 我们看看它这个会怎么样 它允不允许 这地方放一个变量 好 为了这个达到这个效果呢 咱们又得把它改一改 同样把这个换一下 大家看 在这一地方它提示了 各位朋友请看 它的提示说 它说 Case Expressing Must be Constant Expression 就是说 这个Case后面 它必须是一个长量表达式 你这地方放了一个 达量表达式 是不允许的 在有些说 老师X它明明是一啊 它是一也不成 它是一也不行 你必须要给它一个据 在这个地方怎么又不 怎么刚才我看到 好像黄也到错了 没错 当然有些说 老师你说有一个黄颜色的代表 什么意思呢 我告诉大家 黄颜色代表 就是说 如果你一个辩量 你一次都没有用过 它就会提示你 警告你说 这个你定义了 但是一次都没有用 明白的意思吗 就是警告 警告没有关系 警告你多少次都没事 比如说你这个 你看那个学校警告处分 都不会开除你嘛 对不对 警告十次也没事 警告 警告这份也没事 如果一直都是警告 一直都是警告 就没事 好对是警告 不用管它 所以说再次证明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是 必须是一个什么样 必须是一个长量 说明我们以前说的长量 是正确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哎呦 这后面这个越看越复杂了 这个家伙有点不靠谱了 这个我想就不用看了吧 这个应该不用说 我们都知道 3.2除以3 3.2除以3 它这个最终这个结果 最终它会得到一个什么呢 它会得到一个小数 还是是得到一个零吗 还是说是一个小数呢 它是个小数 它如果是个小数的 各位同学 那么你这个是个short 那显然这个应该是不靠谱了 这个我们能看出来肯定是错的 我们再看F F它在定的一个这个类型 我们没有见过 好像这个肯定不靠谱 short 这里面它更恐怖 来了一次 1.2.3 就说它这个写了1.2.3 就说这里面任何一个都可以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这个可以吗 这个反正我觉得不靠谱 因为这个地方 1.2.3 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常量表达式了 所以说最终结果呀 我们发现正确的 好像就只有 是不是就这一个呀 就这一个c 看看你能不能选对啊 好 各位同学 我们来看第六题 我们来看第六题 我找个同学说一下 你看看这个题 能不能编译通过 如果能编译通过呢 他拿到什么结果 找位同学啊 找一个同学 你 刘大卫同学你说一下 怎么就是 我老点了他 这算我别 不找你了啊 这下我刘大卫特别熟悉了 胡思义现在我比较熟悉了 还有张瑜我比较熟悉 徐毅我也认识了 这个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陈俊宇我知道了 还有胡熊飞 我就认识了 这慢慢慢慢就熟悉起来了啊 你老是不点名 他永远不知道 你们是气神了 我找一个同学叫 霍利 霍利同学来说一下 霍利同学也熟悉了 这下子 好 你看看这能编译过吗 仔细看一看啊 不知道你慢慢看一下 看看哪哪哪会编译不过去 有个编译过去 能编译过去 如果能编译的话 他结果是多少 你能说一下吗 就A等于1是吗 好这样子吧 我们来一起看吧 一起看 因为这个地方呢 他有个循环在那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来 我们一起走一走 首先啊 大家看 MySwitch 他这个地方定了一个类 然后这组函数不用说了 然后呢 他他构建了这么一个对象 或者实力化了一个对象 然后呢 他调用了他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在这里 我们来看看啊 从上面来看呢 看不出来有什么毛病 看不出来有什么毛病 public void 这个呢 应该是属于这个类的一个方法 于是呢 就复循环了 要出问题 或者不出问题 都是从这来看 他用这个方法比较诡异 他首先定义的 interA等于0 B等于0 这B在哪定义的呢 对 他前面 他因为他是对号 所以说这个就 一并定义了 然后分号 A小于2 又是一个分号 后面这这种代码 有点恐怖了 真正代码有点恐怖 他居然 他居然把这个 把这个输出语卷 放到这个 复循环境 这个 这个你不允许呢 你不要任何 辅断的下 下结论 他未必就不可以 他未必就不可以啊 他既然这么写了 可能有他道理的 因为你既然 这个地方能放个 B等于0 这个语卷 那我为什么 这个地方就不能放 一个输出语卷呢 应该说 如果错 他也不会在这儿错 好 C正面 A的P B等于多少 我们来看看 好 他第一次进来过后 A等于0 肯定要输出的 我们走一遍 输出来了 输出来了 他马上就去执行这句话 他应该执行这句话 但是在执行这句话 究竟是先执行这句话 还是先执行这句话呢 我觉得应该先执行这句话 因为按数学 从左之右 一直计算嘛 那这个时候 B应该等于加加A 可是加加又是在前加加 前加加就意味着他加了过 再自己给B 那么这个B就应该等于多少呢 B就等于给1 好 1完了过后啊 各位同学请看 这个时候 A应该等于几啊 等于1 1小于2 继续进去 A等于1 打出来 打出来完了过后呢 这个B等于加加加A 所以说B应该等于了2 等于2 不后呢 他现在把这个2输出来 又去判断 这个时候呢 A小于2吗 A显然不小于 A A这个时候 看看啊 B等于2的话 那A显然也应该等于2啊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 他应该 如果说这个没应用错 就应该A 就是0112 0112 我们看看 我们来看看啊 我们来看看 刚才有这个代码 我们就得重新来 新建一个类 不然的话 到时候不好看 到时候我把这个类名 改一下就可以了 我把这个文件名 改一下 我复制了啊 我复制完了 我改这个名 怎么改 给一个文件改名呢 单击右键选中 这有个重构 嗯 在哪儿去了 哎 对对对 这个这个 这个就是重构的意思 这个叫rename 当然就改名的意思了啊 哎 我们看 好像从这地方 确实看出来 这个编译没有任何问题啊 我们分析 应该没那么说 刚才这个结果 对不对 我们还得说一下 0112 这个跟我们分析的这个呀 应该是一样的 就是0112 0112 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这个分析是正确 那么 呃 刚才 这个 后立同学回答 这个也是正确的 他他说这个能编译过去 这就很 很好 这个就很好 但是这个这个就是说 这些地方你你一定要小心一点 就说呃 在负译情况里面 你看到这种语句 不要大惊小怪 他是允许这么用的 反正你们放心好了 以后你们考 比如说你们将来面试的时候 他考题一般都是这种比较比较诡异的题 都都不是按套路出牌的 编译的时候 没没没这么没 没谁这么去写 但是呢 都就是你考译 我们再看第七题 当然这个Void 你看就特别大了 肯定是错的啊 Void 我们来看看这段代码 这段代码呢 他问能否编译过 如果能编译 输出什么结果啊 找位同学 你 找位同学啊 找这个 找 李家琪 李家琪同学说一下 你不用站起来 你坐在那说就行了啊 编译不过 为什么编译不过 这个应特是肯定是小学的啊 他不会在这去考你 没有意义 你就说这个地方 他这个跟我们讲的时候 不太一样 他这样写的啊 大家看 他break break to了 他就做了一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label 这个叫标签 这叫标签 但是呢 标签这个 他能不能那么死 这个地方如果是标签 他这应该也至少应该 不应该是封号 如果是冒号的话 还有可能 如果是冒号 你能够吗 他主要是哪错了啊 你觉得 你说是衣服这出了问题是吗 因为衣服 X没有变化 就在家 就在变了 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大家 他大概是个意思 就是说 我这听的一函数 叫luper 然后呢 inter x等于0 这个应该没什么错误 然后呢 1 这个1 这这这什么1 这放在这 是标签 少了一个分号 少了一个冒号 这应该也是个标签 但是这个标签 这主要这个 这个敲题的这个人 敲得不太好 因为我以前让一个学生去敲的 他这个有点 有点 我们来看看啊 这这还真不能这么去写 因为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方法 咱们 咱们只能 只能放到一个类里边 咱们只能放到一个类里边 代码 我看看把它整理一下啊 将来一个代码 比较乱的情况下 你点一下 这有一个叫做format 这就是format 什么叫做format format source format 那是 这回机脑来打电话 那是射的了 行的话用这个吧 用这个工具 代码怎么 这工具不好使了呢 以前那个工具特好使 版本身高的反正好东西不好用了 版本一个好东西都不好用了 好 待会我们再说这个事吧 这个地方为什么错了呢 这个不能写到这 多了一个 好 我现在把那个方法啊 把我们要考虑这个方法 先把它放到这里来 好 我们看看他语言就错了 那么 他显然不会在这考虑这个system的问题 我们加一个这个冒号 大家看 他这个标签啊 在这地方他倒没有报错 但是他在这报了一个错 他什么意思 他说 The label 2 is missing 他就说他找不着这个2 他在这里面 他找不着这个这个这个标签 他找不着这个标签 他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他希望干什么呀 他就希望说 我如果x大于3了过后呢 不是跳出这个 不是跳出这个wile循环 而是直接跳到他的这个地方去 再接着做 但是实际上呢 他是不能那么去用的 其实标签这个东西 现在已经用的很少了 标签这个已经用的很少了 比如在以前还有 像像人说有go2语句 那就更不靠谱了 就夹网里面已经 把这个go2语句都已经去掉了 这个标签呢 咱们一般也不这么去用它 所以说这个 这个呢 咱们就认为是编译不过去的 咱们第二个看第八题啊 第八题 第八题讲呢 他就没什么题了 第八题我们看看 第八题呢 他定义了一个类 public这个类 当然这个地方 好些东西 他都是敲的有问题的 他定义了一个类 定义了一个类过后呢 他干什么事情呢 他在这个主函书里面 去创建了这个类 叫hope 怎么又是hope 你敲出过 hope 哦 他的下面有一个哈 下面有一个hope 那么我们把这个代码 稍微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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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这个do well 他用个do well循环 这个呢 和他对应 这个可能就是和那个 最上面那个组函书对应 我们把它往下面来敲一点 把代码就这么一点点 这个括号和这个对应 这个括号和这个对应 这个和这个对应 这个和这个对应 好 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个protected protected这个也写错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充进一个hope 然后呢 inti等于1 do do2循环嘛 然后呢 system点打出这个i 把这个i 这个注意看这儿啊 他这个 这个不是一个类啊 他不能这么去写啊 不是 你们有发现 你们有发现 他这个hope这个类 这个类在哪呢 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打错了 应该还是e吧 可能还是打错了 还是打错了 好 他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 过后呢 他就去调他的这个 据说 据说这个构造函数 他现在不像我们 以前的我们一般写的是public 他这写了个protected 就说这个构造函数 能不能是一个保护类型的呢 就是他 他问的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题 他问的就是这个题 那么如果你这能成功的话 就是i等于1 就不停的打 打了一次加加i 加加i小于3 是前加加 所以说这个变成2 第一次就应该打出一个1 先打赢出一个1 然后呢 加加i 变成2 打赢出一个2 进去再打赢出2 等到3的时候呢 他就没机会打了 因为如果等于2打完了 过后他先加了完 过后呢3 他是先加再判断 所以说如果说编译不出错的话呢 他就应该是1 2 但是我们看看他编译有没有出错的可能呢 关键的问题就在这 就是一个这个类的构造函数 他能不能是这个保护的 我们来看一下 看看他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是个保护的 这个代码我就把它删掉了 就直接粘到这里来 史丹特也写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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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史丹特也写出了 但是他 他肯定不是考考这个地方的啊 我们我们肯定可以相信他不是考这 为了 没找同学显他有时候 就是比较着急 他就写的那什么 有点 这个类棉不一样 我们把它改成Hob 编译好像确实没出错 就他考 按他这个考点 他其实 我觉得他就想考这一点 就是要让你小心一点点 他这个前加加是 加完再判断 那么这个呢 我们觉得就应该是一二 就没什么说的了 就应该输出一二 而且呢 大家注意观察 这里就提示我们一点 如果你是一个类的构造函数 这个地方啊 是可以是保护类型的 那么我们再进一步 不写什么 当然可不可以呢 我们看看 因为不写他也可以 但是呢 注意他写和不写 他是有区别的 如果你写了的话 证明这个类是一个 什么样的访问空间 访问的一个范围 现在私有的可不可以呢 你看私有的他都可以 为什么你现在能够用到他 是因为你刚好在同一个 在同一个类里面去访问他的 你要是换一个地方 你就访问不着了啊 言外之意说构造函数啊 呃 并不是 构造函数前面这个 访问修士服是可以随便写的 就你可以是public 可以不写 可以是保护类型的 呃 千万不要以为这个 构造函数就一定是public的 他其实就是要考这个点 以及 钱加加这个点 呃 好了 那么这套题呢 咱们也算是过去了啊 过去了 咱们接着再看 呃 呃 猜拳吧 我们找一同学 把他猜拳 把猜拳这个呢 给我们演示一下 猜拳这个题 还是有一点意思的啊 有点意思的 但这个题呢 我就不说了 就是说有一个人呢 就是汤姆设计他的成员 变量成员方法 可以电脑猜拳 随机产生012 012 1表是什么 2 0表是什么 1表是什么 2表是什么 然后呢 就是说你出一个数 你输一个数 电脑产生一个数 经过一个比较 但你这个怎么比较 你自个要去想啊 石头演制部 谁赢谁输 你自个要比较 比较完了 过后呢 输出这个输出这个输赢 并且呢 还可以统计一下 汤姆赢的多少次 打一个清单出来 好了 我现在找一位同学啊 找一位同学 看这位同学 这菜选的 与服务商同学 已经准备好了 来演示一下吧 首先是输入你要出的权 嗯 然后 第一次之后就选择 我们看一下啊 你先别动我看看 这个你输入灵 你第一次出了一个 出了一个石头是吧 剪刀出了一个剪子 所以说汤姆就 汤姆就赢了 第二次呢 你出了一个一就是剪刀 电脑出了一个不 怎么你老是你赢呢 你会输一次吗 看看 别整个都永远都是你这个赢 你看是你赢的 一样的 我们看看你输一次 你永远都你赢 电脑赢了一次 好吧 被电脑终于赢了一次 不容易啊 总而言之就是 你这统计出来怎么全都是 可是这个地方怎么 他赢了三次 他输的没统计出来 就赢了次数是吧 OKOK好 那给我们看一下你的代码 看看你们代码怎么写的 这个是内涵 我先讲一下 我写了一个Town的代码 就是这个Town这个R 定义的R是来定义一个它出的权 就是来记录0,1,2 这个Count是记录它赢的次数 这个是一个链表的类型 是用来记录你的那个清单的 哦 我用链表来记录的 这个还是有点掌次了 因为这个Ninternist 咱们给你讲过 你是以前学过的是吧 这个GET的方法 这个GET的方法就是得到Town出的那个就是给R不值 这个GET的方法就是得到Town出的那个就是给R不值 就它这里面有九种情况是吧 这个有个问题啊 待会想一想有一个有一个什么小问题没有 如果这个是就石头剪字簿你还可以这么去写 假设我这出的是可以互相制约的六样东西的话 你这个写法就很痛苦了 所以这个地方它有咱们如果有同学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 看看能不能用递规的事情来解决 就是说咱们一个函数就能搞定 让它自个去找这个这个关系 但它现在因为只有三三个情况 所以这一组合吧就九种是吧 好几种相应讲吧 但这地方是一个问题啊 这里就是就是你自己把情况解出来 主要是在Town赢的时候给它那个链表加进去一个元素 嗯它这个是 呃这里Town出的是Town出的是石头 我这给它加个零 嗯就是记录它赢的时候出的什么东西 哦记录还记录下来了 就把它给记录下来 这就是那个Town 那回到主函数这里 先实力一个Town 然后就是给Town出现 嗯 然后就跟电脑猜拳 然后电脑猜拳 然后电脑猜拳 这个就是紧出入嘛 嗯 所以有一个well循环就是为了 为了做继续和结束的 就是控制一下它的流程是吧 嗯很好啊 这个写的很好啊 这代码写的很好 而且呢它已经呃 用到了一些像那个集合类像 linked list这样一些东西 但如果不用linked list的你要记录它的这个 就是它的一些成绩的话 大家想一想可能就 反正就是如果你不用一个特殊方法比较难处理 那么就用宿主 宿主呢因为再没有学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我们再看一位同学写的这个猜拳啊 你再找一个同学就直接再找一个同学看看他 就直接找他 这个呃 成绩月同学你这写猜拳写出来了吗 写出来的话我我找你广播一下啊 你是你是多少号你知道吗 你的地址是多少你知道吗 3点多少你知道吗 你给我说一下我我帮你转过来 看你的ip地址吗 你看一下你的ip地址 3点几啊 好3点33我转一下你 3点33啊 稍等一下我找一下 这是3点41 3点34 3点3 哦找到了 好找到你了 我们就说每个人的思路啊 解体思路可能可能可能有些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别人怎么做的啊 嗯 嗯 你出的是 你出的是 就是你出什么是吧 就出零 好 好 现在看一下统计的那个 能看到那个统计的结果吗 清单 结果清单 记录清单是 你出的零 电脑一 恭喜你赢了 好 那么这个情侣 你看一下 给咱们看一下你的代码 看你的代码是 怎么想的 就是你这个解题思路是怎么回事 给咱们看一下 你这个还是有面向过程有点 嗯 这个 是最 是最 这个制服错 你主要是 给那个50 哦 那这个就 这边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就是 那我超过50是就保存不了了是吧 没关系 这就说 大家现在解决不了都没什么关系 后面我们把那个集合类一讲 你就明白了 不过你想的这个办法很好 接着往下说 你找到这段代码吧 找到那个就是判断谁已经谁输了那段代码 我看你怎么写的 因为就是这样 如果他们两个问题 这就是 接领 爱领一件刷两个词 嗯 还有接领 听他们这个老师吗 哦 然后 然后 有什么信息 那个时候 还有十 嗯 嗯 然后 如果说 爱领 接领一 不一定会爱领 接领二的话 那么 你看看到没有 大家也没注意看到 如果成绩于他这个判断输赢这个 是不是正确 他这个是严格正确的话 那就说明他在这一块 比那个 呃 学生参与学那个处理的稍微好一点 你这就 就一个 一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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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 就把那个全部都判断完了 是吗 嗯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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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 你这个 I减 I减结等于负一 或者 I减结等于二 就能判断他 就能判断一些这个 就是谁因谁输了 是吗 这个 这个事物 这个事物 比较有意思啊 大家想一想 看看人家 他这个就 就 你验证出来 是分序的吗 这个 哦 好 好 就往下看 这种 PY S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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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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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YPY 嗯 好好好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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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完了 看这个 大家伙 这个都在动脑筋 去做这个东西 这个很好 我先把它 关一下啊 好 关于这个猜拳 这个呢 当然 每个人都会 只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去做了 只要你这个结果是正确就可以了 但是呢 尽可能就是要把你的代码往明显对象和这个效率高这方面去靠近啊 靠近一下 其实有些有些同学说这个算法算法确实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有一个好的算法的话 你的程序他就马上就注意了注意了一定的灵魂 他效率高了 他效率高了 效率高了 好 这是猜拳的一些体 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一套 还有一个体是神奇的巫师 这个神奇的巫师呢 这个东西 神奇的巫师是这么一回事啊 他让你编写一个这个巫师 这个当时是个巫师 为类编写如下功能 根据用户输入的某人的生日 比如是1990年8月12号 就可以计算出该人的星座 这个题还是挺有意思的 但是这个并不好做 他说那个算法 我觉得不太好找 其实其实意思办法都很难想出来 但是这有给出一个什么呀 给出一个大概的范围 然后根据用户输入的年月日 可以计算出星期几 这个就有点玩大的琢磨琢磨了 可以显示该巫师 给多少人算过星象 那这个又得保存它了 但是由面向对象的话 再加我们静态边 应该还可以想办法保存起来 白羊座是什么呀 吃这个饭碗 金牛座双子座 什么其他的座 就都在这里边了 我们来简单看一看 有没有同学做出来 再找一个同学看看 这大部分同学都都找过了 好像 可能要重复找了 B671237 这同学是不是已经找过了 没找过吧 给他们看一下 是哪位啊 又是你啊 那个层子没做 哦 吃完了 我们换一个了 我找一个人来告诉我 你的IP地址 我直接转到那去 马卓军中学是 是多少号 马卓军 3.41 3.41 你这品做了吗 没关系 没有面向对象 但是做出来是吧 3.41 我们来 没关系 我们看看 看看你做的这个 3.41 还不太好找 好找到了 你来给我们看看 先运行一下看看 这个新队能判断正确的吗 白杨座 很好 那我们看看你的代码 你是怎么写的呢 简单的跟我们讲一下 将来你们写 在 以后这个公司里面 它是怎么回事 就是做项目的时候 一般都是一个小组 先开一个会 开会的时候 一般就是说 这个项目经理 就给你讲需求 就是我们要做什么东西 讲完了后问你理解 还是没有理解 如果你理解了 你就 就是在 像在用油里面 它有一个反讲 就是我先 由项目经理跟你讲 我们要做什么 然后你先不用回答 你回去想两天 两天以后呢 咱们再开会 这个时候呢 项目经理就不讲话了 就由你来讲 你讲 你认为你要做什么 所以这个表达能力啊 很重要 好 来 这个 马多林们也接着 接着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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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共整个12个月是吧 这个星座它是 往上看一下 再往上看一下 它这个你前面有个 1辅C小于31 并且B小于等于12 就是12行那个是干什么 您能说一下吗 这个我知道 这个整个意思 你去合起来 它表示要判断什么 你的意思就是说 首先保证它书的年月日是有效的 对吧 然后你再进去就开始判断 它这个B就是它的月份 是哪月 哪一个月找到辜入呢 再进去判断 它是什么样的星座 这个你测试的过程中 它这个都是正确的吗 可以 都是正确的 好 待会你再去检查一下这代码 就是咱们看别人写代码 你主要是看一个思路 看一下思路 好了 那么这个咱们这个 这个题啊 基本上也就是 我们看看啊 咱们这些题呢 基本上也就评讲的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选班长 选班长这个题呢 我就不找人来回答了 自己应该能做啊 如果你也就是我们讲完过有些题呢 就是你自己再看一遍 如果你没有做出来 你就是在扎把镜把它做一做 如果你已经做好了呢 你就按老师的要求再做其他的题 再做其他的题 待会我们那个第四天的题呢 我就不评讲 你们先怎么样啊 先自己先做一下 就是在这地方先做一下啊 这些题呢 我建议大家 这些题啊 我建议大家先不要 就是你先看 看完了 根据你的理解 先选出来 不要先马上就在这个程序里面去运行 因为一运行 各位们你当然就知道结果了 就是最好是先根据自己的这个 这个理解 或者你自己觉得应该是哪些 先把答案做一做 好吧 OK好了 我们这个评讲作业就到这 大家就接着再做下作业吧